我們要上氣象裡面的所謂的氣壓跟風的部分 這邊 應該是說從這裡前面的也有考過 考試前面也會考 但是從現在開始要教的內容 是考試特別愛考的 從現在開始要教的內容是考試特別愛考的 到最後結束 氣壓跟風 第一段話是所有的課本都是這樣教的 氣壓是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每一本書都這樣寫 所以我們考試就一定這樣教 但是我很不喜歡這個講法 為什麼 因為當我教你大氣壓力是空氣柱的重量的時候 你就會認為它的方向向哪邊 向下 可是它是向下的嗎 不是 它是四面八方跟進水壓力 在內部一點是四面八方 在氣力是垂直氣壁 但是每一本書這樣教沒辦法 然後呢 理化老師有教 加一個單位有沒有 什麼每一本工分 課重啊 ATM啊 工分拱柱高啊 那個是 理化老師叫的單位 第一顆老師叫做這個 百帕 百帕 一大氣壓是1013百帕 然後呢 在地面的空氣 在一大氣壓上下變化一點點 多一點或者是少一點 古時候 叫毫發 下面的柱有寫 在以前這時候所謂的毫發 好 你如果在我的講義中寫到了很久以前的題目 它還是寫毫發的 你不用管它 你可以把毫發自動變成 百帕 因為它兩個大小是 一樣的 1013百帕 就是1013毫發 它大小一樣 這個時間要換人就好 好 這是壓力的單位 要背 一大氣壓是1013百帕 然後呢 當兩個地方氣壓不一樣的時候 就產生一個推動力 叫做氣壓低度力 現在九年一貫以後 課本都是用真正的寫法 正確的寫法 兩個地方氣壓不同 有一個推動力 叫做氣壓低度力 以前的課本 就直接寫兩個壓力不同 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沒有提氣壓低度力 但事實上是力在推動它 所以應該是要交氣壓低度力 會讓這個氣壓低度力 會讓空氣從氣壓高的地方 流到氣壓低的地方 這種空氣的水平流動 就叫做風 所以問風從哪裡來 風從氣壓比較高的地方來 風從氣壓比較高的地方來 會從 當兩個氣壓不同 會產生一個氣壓低度力 會讓風從氣壓高的地方 比如空氣從氣壓高的地方 流到氣壓低的地方 這種水平流動稱之為風 那我們在聽氣象報告的時候 提到兩個 風向叫風速 風向比較重要 風速不重要 風向的重要是說 風向就是風的來向 風向會有個風標 這個 頭裡面的左邊那個就是風標 風標 有人做了一個箭頭 有人做成一架飛機 有人做一個先人之路 有人做一個Burn 有人做一個Burn 不重要 箭頭指向西方 就表示吹西風 因為Burn的頭朝向北 邊吹的就是北風 所以風標指示的方向就是風向 那個B1 B1 部座的風標例外 煙例外 右邊的是部座的風標 現在吹南風 部剛哪一邊去 現在吹南風 然後北邊 如果我的部飄向東邊而散去的是西風 現在吹東北風 煙你要哪一邊 青南風 這考試考過 你知道他吹西南風 那煙就有飄向東北風 這是考試考過的 部座的風標例外 風向就是風的來向 風從哪裡來就叫做哪裡風 風標指示的方向就是風向 風速就不重要 風的快慢 那有正風風速跟平均風速 十分鐘的平均只叫平均風速 最大只叫做正風風速 這個還有一個浦浦風極表 火中也不焦 我們後面再焦颱風就是帶一下 居然火中不焦 所以這個對於火中聲音也等於沒有內容就算了 不重要 現在 當我把氣壓相同的地方點會連成線 就會出現一個等壓線圖 然後通常見具400% 然後你看到一個等壓線圖 就可以判斷風向跟風速 第一個 判斷風向 風向就用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帥哥美女 我現在畫一個這樣的一個 我現在畫一個這樣的等壓 我現在畫一個這樣的等壓線圖 第一個 我就可以到這邊 比如說這邊是1010100% 這邊是100600% 這表什麼意思 風會怎麼樣 吹出去對不對 你目前只知道風會吹出去 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然後我當會就要教你 真正的風怎麼吹 當我要教 目前你只知道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然後同時呢 你還可以知道哪邊風速快 等壓線越密 風速就會越快 這個你們在地理上學的等高線差不多 等高線越密其實表示越陡峭 表示同樣的距離相差越大 同樣這也是一樣 等壓線越密 表示同樣的距離 它的壓力差越大 所以風速就會越快 所以呢這個等壓線圖 人家就會問你啊 人家就會問你說 請問你 這裡跟這裡誰的風速快 這裡 因為等壓線比較密集 這樣子 所以呢我考試就可以畫一個等壓線圖 然後問你說 那裡吹什麼風 然後問你說哪邊的風速比較快 你能考考 那目前你只知道 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我馬上就要教你 真正的風怎麼吹 真正的風怎麼吹 風向因素受三個因素的影響 舊課本就只有寫氣壓 它寫的比較不正確 因為氣壓不是力 真正是力 力是氣壓低度力 所以真正是氣壓低度力 受三個力的影響 一個叫做氣壓低度力 一個叫做科齒力 一個叫做摩擦力 氣壓低度力剛才教過了 因為氣壓不同 所以呢 就有個推動力 讓它從氣壓高推到氣壓低 剛才有教過 摩擦力 你爸老師有教過了 摩擦阻力 阻止它前面要摩擦阻力 所以我們要講的 應該要講的是科齒力 應該要叫做科齒力 然後呢 因為受這三個力量的影響 所以會造成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 我的風喔 我的風 我吹過去的時候 我不是跟等壓線垂直 而是有個角度 像這樣 我不認識這角度 這裡有個角度 這個角度不一定有多大 因為它跟摩擦大概有關 可能20度 20度 30度 我要學生 我要你們 這個角度畫30度 我要你們這個角度畫30度 如果你連30度都不會畫 你就畫45度 可能咕嚨聲咕嚨就好 不用太準 我要你這個角度畫30度 我要你這個角畫30度 等會考試要你畫 考試要你畫 考試要你選的時候 你這邊要選 這裡要畫30度 聽懂嗎 這個角度不一定有多大 因為它跟摩擦力大小有關 所以海上跟陸地不一樣 鄉村跟城市不一樣 但是我要你畫30度 我要你畫30度 我要你畫30度 我要你這邊 我要你這裡畫30度 好 它是說三個 它講過了 西亞地律教過了 摩擦力 李化老師教過了 摩擦力 我們要教到什麼力 可視力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